各位观众朋友们才关心今天的天气 那么今天我们台湾持续受到强烈大陆冷气团的影响 还是很冷 明天白天的话 这个冷空气会稍微减弱 但是提醒大家 到礼拜六清晨之前 浮世冷却会非常的明显 所以虽然明天白天 这个温度 这个冷空气会稍微减弱 但是到礼拜六清晨 都还是会是比较偏冷的天气 大家都还是要特别注意保暖 那么今天明天的话 是受到境外污染物的影响 要特别注意 包含西半部跟北部 东北部 这个阴风面的空气品质 会稍微受到影响 那么在我们的中南部的话 是扩散条件没有很好 因为是在下风处 要特别注意空气品质 就有可能达到橘色灯号 对敏感族群不健康 周末的话 天气会短暂的回稳 温度也会小幅度的回升 大家可以好好把握 下个礼拜一 还会再有一波风面云气 报道水气会增加 到礼拜三之前 在阴风面中北部地区 对于天气相对来说是比较不稳定的 来看一下云图 今天我们台湾是持续受到 这个强烈大陆冷气团的影响 但是跟昨天比较起来 冷空气稍微弱了 有稍微减弱一些了 那么明天白天 随着北方高压 再逐渐往东面移动 这个冷空气还会再减弱 尤其明天白天之后 但是水气也会减少 所以浮世冷却会很明显 到礼拜六清晨之前 都还是要特别注意低温 来看一下在未来几天的天气的话 明天可以看到冷空气 稍微的减弱了 礼拜六礼拜天 冷空气更是明显减弱 但是我们刚刚提到 有些残留冷空气 还有一些浮世冷却影响 还是要特别注意 礼拜一开始 有一步方面云西南下 礼拜二礼拜三 我们台湾附近 水气相对来说比较偏多一些 反正中北部东半部地区 都要稍微的注意 那么到礼拜三下半天开始 到礼拜四呢 水气才会再减少 但是我们的银方面 东半部地区 云量还是会比较偏多 来看一下 在降雨的区域方面的话 这两天其实水气相对来说 是比较少 但是Informium 北部东北部东部 云量还是相对比较偏多一些 云层比较厚的地方 偶尔有一些局部零星短暂争雨 所以礼拜五 礼拜六到礼拜天的话呢 Informium的这个 降雨几率稍微的高一些些 但是整体降雨的情况 不会太明显 导致礼拜一 甚至从礼拜天晚上 到礼拜一的时候 受到风明云性南下的影响 中北部东半部地区 降雨几率就会比较高 局部地区也会有这个比较 大一点的雨势 就要稍微的注意一下了 来看一下 这个北部的温度趋势 在礼拜五的时候 持续受到 这个强烈大物冷气团的影响 礼拜六的话呢 冷空气就减弱了 但是低温 清晨还是稍微比较冷一些 那么高温的话呢 礼拜六礼拜天 白天高温可以来回升 来到大概20度左右了 要稍微注意一下 这些温差 礼拜一受到风明云性南下的影响 这个云量变多 中午高温又稍微的往下降 那么目前看起来 礼拜的这波冷空气 不算是非常的强 没有像这波那么强 但是还是要注意一下 这个温度的变化 那么在我们的这个中部的话 要特别注意的是 季夜温差 明天清晨大概12度 礼拜六礼拜天 小幅度回升来到 这个15度左右 但是还是比较偏冷 白天高温可以来到 22到24度 日夜温差比较明显 将近10度 南部的话 也是季夜温差蛮明显的 明天清晨大概15度 礼拜六礼拜天 回升来到17 18度 那么白天高温的话 礼拜五的话 大概22度 礼拜六礼拜天 周末的时候 可以回升来到25度了 所以白天算是 比较温暖舒适 但是早晚还是比较偏凉 偏冷 还是要特别注意暴暖 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 我们下次再见